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应该要有旅游的权利 就是他彭霸 去年带听障旅行团到韩国获得不错的回响 今年又再办一次 这一次来到泰国 我们是听障泰国旅游团 它的特别地方 就是会有手语翻译员随行帮忙翻译 每一家店有卖小东西有卖衣服 经过彭霸和手语员的介绍之后 同学们玩得更静兴 而且彭霸还会带大家体验泰国特有的文化 像这个飞天空心菜 听障朋友默玉伦就玩得很过瘾 玩得非常开心 很棒 彭霸用心规划 听障朋友出国旅游 就不用担心沟通方式不同而产生的种种障碍 每个人都能够收获满满 听障公民记者黄世伟 泰国报道